南投县议会召开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会议 为期一个月的会期将针对头八十九县替代道路开通 青年返乡务农、原乡观光发展议题 及现内各项公共事务进行审议和质询 本集带来议员廖文贤的发言摘要 议员廖文贤在定期会上 针对头八十九县替代道路开通提出相关建言 议员认为替代道路的开通不但能避开三处的崩塌点 之后也能缩短行车时间 让民众在行车方面更加便利 盼县府相关团队能积极处理 向中央争取经费以利地方建设 从翠兰到宏乡替代道路 本集认为一定要开通 因为它不但可以避开那几个山处的碰塌地 而且也缩短距离 从翠兰到例行原来的道路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这条道路开通以后 不到一半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翠兰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规划报告审查完毕以后 专家学者的意见赶快把它整理出来 起立的向上面争取经费 针对县府鼓励青年返乡物农政策 议员廖文贤在定期会上提出相关看法 议员认为鼓励青年返乡 是目前重要的政策之一 议员建言县府要有妥善的规划及诱因 加强辅导与转型才能有效留住青年人口 带动县内农业的提升 农业处啊 处长你们现在鼓励啊 我们青年啊回乡乌龙啊 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啦 但是啊本习认为啊 你要鼓励啊我们这个青年啊回乡乌龙啊 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很很能够吸引啊 我们这些青年回乡这个诱因啊 第二个政府啊要实质的要去介入 介入去辅导 第三个尤其我们原住民地区啊 资金严重的不足 资金严重的不足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怎么鼓励我们这个青年能够回乡乌龙 当然我们政府里面 我提供你一些技术知识生产资产 但是资金不足的部分 我会协助你向相关的航库来贷款 我们原住民保留地贷款啊 贷不到钱 所以我们原住民这个在这个经济情况 非常弱势的情况之下 我们政府能够提供怎么样的协助啊 来 让他能够在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 不管是经营他的农业也好 民宿也好 是观光 这个我们政府都要一系列的要去进行去辅导了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原住民地区的这个 如果有青年要回乡乌龙的话 现在配合我们原住民行政局来落实的来执行这个政策 为了配合中央政府政策 造成地价税率征收过高的议题 议员廖文贤在定期会上 为原住民保留地权益发声 议员认为原住民保留地与一般的土地不同 也没有重大的建设与原住民保留地上 议员认为原住民保留地部分不应该调长 和县府相关单位能审慎评估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地价的问题 我们这个原住民保留地明年的公告限制 有没有调长 很少有政府机关在我们原住民保留地里面 做一些重大的公共工程 也没有什么征收补偿问题 所以讲台湾话 我们原住民落税后而已 缴税而已 没有受到很大的注意 所以在这里建议 我们原住民保留地不要去调长 不要再调长 相关有关像离业用地的部分 应该要调降 农业用地跟离业用地 现在农业用地只能容行使用 只能做农业使用 那个离业用地只能造林 所以没有什么利益价跟平地的土地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你们再重新再检讨一下 这个原住民保留的部分 故意调整 针对观光议题 议员廖文贤指出 现在原乡地区其实很多具有观光潜力的部落 这些有待政府给予事实上的协助 也建议未来在原乡地区办理大型观光活动 相信在活动的举办下 一定可以创造商机提升地方收益 观光处 主长 我们县长他的政策是 在我们南投县要发展观光 发展观光产业 我想我们仁爱地区 目前观光产业 非常蓬勃发展 非常活跃的 就是属我们 心胜互助他的梅园区 目前现在有发展观光潜力的 就是我们这个 法治村的这个五届部落 每到礼拜六礼拜天 那边都是人潮 他们的那个观光路线 有很多观光客都在那边住 住了以后都往 这个什么万峰 青岸到部落去深度里游 我们青岸村有乡诺民 他们就是买那边的乡诺民 我们万峰村 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原住民 在生产五堵的蔬菜 他们就去买那边的蔬菜 所以观光 结合地方的这个产业 非常的这个有潜力 村长你要好好去关心具体的规划 使这两个地方的光光产业 能够發展 能够促进 我们原住民的这个收益 促进他们的这个 創造他们的商机 创造他们的财富 以后有什么大型活动 不要仅限你亲近 有时候也到我们原住民部落 去办一办这个活动 在部落里面 你办了大型的活动以后 整个我们台湾省的 整个很多的地方的游客 一知道以后都会涌入这个地方 关于成照2.0事办计划 议员对于此计划 是否能够顺利推动持保留态度 如何因应县内需要照护的人口 集居服员照护时数和时薪不高等议题 都有赖于政府正事与解决 才能有效顺利推动此计划 将县内长照服务做得更好 长照2.0这个业务 整个业务也非常的庞大 以我们仁爱乡这个现有的能力 是不是能够来顺利的推行 我想这个我也感到非常的质疑 因为我所知道的 前省在培训这个长照的人数 是有10亿万多人 留任的人数才2万多人 这里面就显示出 留不住这个长照的服务员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待遇不佳 服务的时数少了 不到2万块的待遇 所以以我们现在的 这个整合的模式 长照的模式 我们仁爱乡是属于西级 以三个村里为一个祭典 干嘛讲的概念 在我们山地乡 会有实质的困难 长照的服务员 要去服务的时候 这三个地方最少要跑三个小时 骑摩托车 我在这里就是说 很强调说 在我们偏远地区的部分 你这个2.0这个长照的业务 是不是能够落实到 加费我们原住民 我想也保持着质疑的态度 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处长 我们原民地区 极需要照顾的人是很多 怎么样的落实这个政策 来加费我们原住民 这是我们这个责任 针对原住民保留地议题 议员表示原住民保留地 申请程序太复杂及冗长 等待许久时间都没有结果 所以许多读人不愿意去申办 议员建言权责单位 应该要加强辅导 让原住民族能深刻感受到 县府实质上的照顾 我请教我们原住民行政局 原住民保留地很多 到现在我们很多的原住民 还没有办法取得土地权利 我想你们县政府站在 这个原住民保留地主管机关的立场 你有没有去了解 为什么到现在 原住民保留地从53年开始 就开放给原住民来登记 当时是他向权利取得十年以后 就可以取得所有钱 现在是登记满五年就可以取得所有钱 为什么到现在 还有原住民没有办法取得土地权利 经过我私下的了解 所以有我们很多的村民不愿意去办 为什么呢 一办就是半年一年都没有结果 也没有去列管 说我办了这个案件 公所也没有通知说 你这个案件办到什么程度 去问的时候一问三不知 说报到县政府啦 就怎么样 到现在有很多的村民向我反映 他们不办的原因 就是很多你们的整个 作业程序太反省 没有按照我们 现行的法令规定的程序 去办理的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 副机长你回去以后 你们找你们科室的主管单位 好好的下降去辅导 关于道路环境杂草重生 议员廖文贤在定期会中 认为道路杂草重生的状况 严重影响市容 甚至挡住视线 危害用路人的安全 期盼县府相关单位要重视 应该要定期维护 保障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 本期针对道路交通问题 来救教于我们公务处 处长 这个路楼的整理 也就是所谓的砍草 这个每次 在这个草 覆盖到这个路面的时候 我们老师 都被这个项民 也质问 为什么这个草都还没有砍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检处长 我们这个砍草 这个整个 这个县道的砍草的作业 有没有正式编预算来 来支应 本期要求一年砍两次 好不好 这七条线 你们去安排 那个我现在给你一个建议 检处长 有几条线道 有几个机关 也在通行 甚至 游客也是到他们那个机关去 去游 那个游去 道路我们在维护 但是路他们在走 你可以啊 跟他们来 要求他们 办一个原商会 要求他们 使用者付费 你既然经过我们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我们先住在维修 你们也要负担一点 是不是来跟他们研究一下 针对仁爱像万丰村驱滨遗址 为布农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议员表示 希望能够将驱滨遗址公园化 一来可以让布农族后代 了解其祖先的生活形态 二来也能发展为观光地区 让更多人了解布农族文化 也借此带动地方观光人潮 及周边商机 每到我们的 我们的万丰村 七兵遗址 我就感慨万千 因为我到那边 只有一个围铃 里面都是荒烟漫草 经过我的反应 我想在这里 我还是要谢谢我们文化局长 来积极的推动 把这个我们的七兵遗址 能够来做一个规划 我想我们这个七兵遗址 是我们布农族的文化的遗产的一部分 这个遗址里面的遗物 除了有部分是在 我们的中央研究院 是存在我们的中央研究院的使医所 部分 有部分是目前 还是有不知不埋者 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他出土 让他出土 让我们布农族的这个族人 来了解他们祖先的文化 将来能够把它规划成 一个我们的这个遗址公元化 你们无法解目前是在规划了 规划 我们一起来努力了 我们来争取来变成为国定的遗址 如果还没有核定以前 我希望我们文化局能够继续的来争取 向文化部争取经费 可以让这个地方能够变成一个公园化的遗址 一个让我们的这个我们布农族的族人 让我们的乡民来了解布农族的文化 第二个可以变成一个乡土教学的一个基地 相对的也可以促进我们观光产业的发展 看完议员廖文贤本会期的发言摘要 观众亦能充分体会议员对乡亲的关怀之情 从道路环境杂草重生影响市容 长照2.0事半计划 到原乡观光发展议题 议员接替民众发声 期望在本次质询后 政府能够加倍用心积极作为 使本县居民获得更幸福美好的生活 民意新闻李银轩 庄明君专题采访报导